接下來關心毒澱粉風暴 今天在立法院的未還委員會上 民進黨立委趙天麟不滿食藥局 追查源頭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結果呢 讓這個不肖業者 有時間來湮滅證據 而且他甚至爆料說 有一名長榮中學的老師 以50到100萬元的代價 來教業者怎麼樣製造這個毒澱粉 要求衛生署三天內要追查清楚 給個交代 就是有長榮中學的一個叫做王老師 專門在教這些業者調製 批評食藥局在事情爆發 一周來追查進度太慢 讓業者都快把證據湮滅掉了 立委趙天麟索性拿出檢舉信 當場爆料有名王老師 在教導上游澱粉業者 如何利用工業用原料 調製毒澱粉 一次代價50到100萬 去交國內的廠商不打緊 還要跑去越南 交那些國外的廠商 盡快在三天之內 我們盡快把所有的原料 原料行 還有這些化學藥品 來做一個追查 趙天麟表示 半年前就已經接貨民眾檢舉 說澱粉有問題 但是半年來政府完全沒查到 而且從頭到尾只追查 廉城和和美 這兩家上游廠商流出的澱粉 卻沒有查清他們分別都賣給了誰 質疑衛生署根本獨職 和美工業原料行 就是最大宗 最大宗在提供 而且它不只有提供給協旗 你們立刻去找他們 你們就可以立刻去找出更多的源頭 而毒澱粉 玉水產生的順丁吸藥酸 雖然目前還沒有會危害 人體健康的確切數據 有立委就質疑民眾尿液中的含糖量過高 是不是跟這也有關係 國人常被驗出尿液含糖 但它不一定是糖尿病嘛 那是不是跟這一個 我們多重飲用含有順丁吸二酸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危害 衛生署坦言考慮設置特別門診檢測 也承諾一週內會交出報告給外界一個交代 郵電TV有償話無登立台北報導 是的